部長 剛剛有提到過年的相關的指引 還在 延商中 各位請教一下部長有沒有一些初步的 方向 會從哪裡來著手呢 謝謝 基本上都還是一樣是非常原則性的 就是說大概就 就是說大家就說這樣 儘量不要到人潮擁擠的 地方 太過擁擠的 儘量就避免 那種從有一些實體的 不管是過年跨年或什麼夜市那些 只要人太多 大家就儘量快去快回 那吃飯的時間也不要逗留太久 沒有在吃東西的時候 就把口罩戴起來 那當然請吸收 戴口罩 打疫苗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那簡單的事情很認真的做 那當然對我們的 防疫都會有幫助 從這兩天的本土十幾例的個案 怎麼 研判就是現在國內的疫情是有趨緩的趨勢嗎 那圓山跟礁溪這兩家飯店不明感染源 現在釐清的進度如何 那第二題想問 如果維持二級度過春節 指揮中心有沒有 一份全民的明確指引如何平安過節嗎 謝謝 好 那 相對來講 現在還是在一個研判期 一個觀察期 那在整體這幾個案例 要能夠清楚做安全的 對 也要是在沒有擴大情況下 也要到2月7號 所以在這段時間還是處於一個警戒的時期 那至於在過年上面 其實我們相對 在宣佈的時候 也是到2月7號 那相關的這些要求都已經在裡面 不過也有民眾在說 是不是能夠給大家更明確的 一些指引在 那我們也現在也在延商 這兩天會公布